《德赦免其过,遮盖其罪的,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,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,这人是有福的。》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上述经文描述的祝福,你知道为什么吗?因为没有人没犯过罪,并且从某种程度上,正因为我们是罪人,才能够得此祝福,因为神乐意饶恕我们,遮盖我们的罪。 当我们悔改,凭信转向祂,祂也不再算我们为有罪。 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,神会为我们做三件事。 一,祂赦免我们的过犯,二,祂遮盖我们的罪,三,祂不再算我们为有罪。 但是这里神对我们也有一个要求,那就是,心里没有诡诈,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祂面前真诚,诚实。 我们不需要戴上宗教面具,掩饰自己,为自己找借口。 我们只要谦卑,真诚地承认我们犯罪。 神的怒气和审判是我们罪有应得。 当我们转离我们的罪,承认我们的罪,神就赦免我们。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,就养成在神面前诚实的习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